继续来看到基因缺陷 因为遗传下一代 也摆脱不了的疾病纠缠 不过呢 现在透过基因的晶片筛检 也可以有健康的下一代了 家住在彰化的白先生 爸爸和奶奶 和他都有罹患罕见的遗传性 周边见动症 四肢都会逐渐的肌肉萎缩 到最后不能行动 他结婚后 担心下一代 也摆脱不了这个遗传的魔咒 于是呢 透过最新的基因晶片来筛检技术 果然让太太一口气 怀有健康的三胞胎 也让这家人感动地说 这是母亲节最好的礼物了 很难耶 我真的扣不起来 扣扣子对一般人来说 稀松平常 但白先生就非常吃力 最后才会扣成功 你们扣 这种罕见的疾病家族遗传 让他和奶奶爸爸一样 双手双脚会 随着时间慢慢萎缩 他的妈妈照顾一家三代 摆脱不到的魔咒 满腹心酸 我有很多埋怨 我也是很不快乐 但是没有办法 31岁的白先生结婚 三年一直不敢生小孩 最后求助医生 用基因晶片筛检技术 将不好的基因去除 留下正常的再植入胚胎内 终于让白太太 把一家买胎 所有的遗传疾病 单亲遗传疾病的基因 只要已知突变点 全部都可以做这个检测 当然你说以后会突变 这还是有存在的机会 是非常低 医生指出目前大部分的检测线 都可以透过基因晶片衰减出来 包括习惯性流产 高龄生产等等 可以摆脱家族遗传疾病的症产 像白先生夫妇这样 确保病人健康的下一代 大家人高兴地说 这真可以说是最好的 母亲节礼物了 明镜在容貌 这样的话报道